雪莉绝对是影之实力者中命运最惨的女配 而是她的母亲被人残害 明明目睹了整个过程 她却选择性失忆 任世母之兄做父 虽然她被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才 可这一切都是凶手的阴谋 为的就是让她研究贪婪之眼 就在不久前 学校被一群黑衣人端了老窝 并封印了学生的魔力 为了破除封印 学好物理化 穿越都不怕的雪莉 在研究室徒手画起电路板 成功激活了 风云魔力的贪婪之眼的治愈装置 接着她暗动书架 开启了通往学校的密道 与此同时 被困在讲堂的学生也在策划着反击 毕竟反击这玩好了是故事 玩不好那就是事故了 其料此时转身响起 二楼的黑衣人竟对学生玩起了活人射击 眼看再不行动就要被打爆脑浆 关键时刻 雪莉顺着密道来到了此处 只见她旁观一扫 便瞄上了手里手中的贪婪之眼 于是她人狠话不多 手指画圈启动治愈装置 接着一张远程投射 光芒瞬间照亮整个讲堂 让她暗之眼秒边废致 伴随着学校外屏障的消散 罗兹一脚包二摩脚踢 批翻一名黑衣人后 解放魔力进行了反击 顿时 被困的学生一呼百应 看着现场逐渐失控 黑衣人头领下达了诛杀令 并将目光盯上了落在地上的治愈装置 眼看敌强我弱 遭腕脸盒犯 罗兹便决定 秦贼仙秦王 而黑衣人恰巧也是这么想的 眼看自己不敌 罗兹在脑中想着为救他而升天的男主 挥出了最后一箭 下一秒 一个男人打破宣称 空降到了他面前 而在讲堂的二楼 同样也有空降的支援 他们自称暗影花园 是潜伏于暗影中 狩猎黑暗之人 只见真假暗影花园首次交锋 黑衣人就全被刺成了喘喘香 罗兹虽不知暗影花园是敌是友 但还是让学生先撤退 而首领也趁男主分神消失在了讲堂中 他来到控制室 挽起了阴招 下一秒 喷火用的喷水口竟喷出火焰 瞬间将整个讲堂变身火海 看着再不出手就要飘出烤肉味 骑士团终于开始了行动 爱丽丝找到罗兹询问情况 听说又来了一群神秘人 而且也自称暗影花园 脑子顿时荡机 差点没烧穿他的CPU 此时的首领来到了副院长室 并将跟贪婪之眼相关的资料全部上汇 可就在此时 男主竟坐在窗口喊出了他的真名 正是雪莉的继父学校的副院长 男主不明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殊不知副院长曾是剑道之上第一人 俗称除了开挂的都能一刀秒 可惜他因年染上怪病 还没娶妻生子就失去了一切 只有一个古遗物可以让他重返18岁 这正是雪莉母亲研究的贪婪之眼 本来他出钱他研究其乐融融 可雪莉母亲却感受到了贪婪之眼的危险 决定上缴组织 于是副院长只好借刀杀人在杀人灭口 接着收养雪莉 让他继续母亲未完的研究 好家伙 就这一夹坑 这都让你高玩了 这也太过分了 听完如此全程无尿点的八卦 男主要问副院长是否在利用雪莉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顿时被气到要跟副院长过上两招 结果却成了别人的经验包 可在副院长收回剑后 变身暗影的男主竟再次登场 光是走路带风的气场 就让副院长意识到 这是遇到高手了啊 于是他人狠话不多 通出合二为一的贪婪之眼 放在胸口就要变身水冰月 嘿 变身赛亚人 只见他的力量不断回归 急并被治愈 就连魔力也远超巅峰时期 于是他决定送男主一张地府门票 只见他打他挡他们如胶似漆 为了尊重对手 副院长撕破脸皮直接放起了大招 可他拥后行人流水骚操作 男主不仅没受伤 还给他补了一刀 直到男主强 但没想到如此变态的强 眼看动物打不过 副院长便开启嘴炮攻击 扬言自己以暗影花园之名偷袭学校 就是要把男主抹得比烧菜的锅底还要黑 可男主完全不care 因为自己不会黑白两刀 只是单纯地走着自己的路罢了 更何况自己全方位无丝角六边行的墙 别人跪舔还来不及呢 如此不要脸的内卷 副院长是高低忍不了了 只见他一剑刺出 受伤的竟是自己 接着男主刺伤他所有关节 最后揪着头发 一剑刺穿了副院长的心脏 伴随着贪婪之眼的破裂 副院长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可就在男主离开现场之际 目睹母亲临时的雪莉 又一次目睹了父亲的离去 他的哭声响彻整个学校 或许副院长撒谎了 他真的又把雪莉当做亲生女儿吧 为了不让雪莉自责 男主决定隐瞒此次事件的真相 因此他的通缉令传遍整个王都 什么杀杀吕夺无恶不作 内容比明星突围生子都劲爆 阿尔法看完后整个人都惊呆了 整半天暗雨花园竟是混黑道的 因为这次的恐怖事件 学校直接放弃了长假 而雪莉也在事后找到男主前来道谢 并为了忘记悲伤的过去 决定远走他乡去留学 而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